观察者网报道称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 波兰国防部长顾问前陆军司令 瓦尔德马尔斯克制普恰克将军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炮轰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 前段时间约翰逊开始访问印度 在途中他告诉记者 我们目前正在波兰训练乌克兰人使用防空系统 在英国训练乌克兰人使用装甲车 包括卫报独立报等多家英美军 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英军与乌军的合作行动曝光在大众面前 这让波兰将军斯克制普恰克忍不住 指责起约翰逊 斯克制普恰克告诉波兰报纸Fact 当我们在国外执行任务时 很难想象有政客会在电视上 谈论我们的计划或训练 这位将军认为通过发表这些言论 约翰逊向俄罗斯泄露了军事机密 训练是军事事务必须保密 他应该在说这种话之前三次而后行 斯克制普恰克将军炮轰约翰逊 指责他的行为极其不负责任 并警告称这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位首相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他发表这样的言论 会危及整个军事行动的成功 以及士兵的安全